曾佩慈前进偏乡 与孩子一起追梦 轻轻唱着歌 弹着吉他 艺人曾佩慈前一夜 才结束出道收场的大型演唱会 隔天一大早就搭车前往 南投行李乡龙华国小做工艺 龙华国小全校仅有24位小朋友 是个距离台中高铁站 越两个小时车程的偏乡小学 环境天体身处山中 每逢天灾都受到严重影响 历经风灾 地震好不容易重建 又因莫拉克台风已细摧毁 屏东科大龙光焕发团队 加入了LG号召的希望团队 进入偏乡服务 透过团康游戏以及多元发展教学等 启荣偏乡海童才易潜能 身为希望导师的曾佩慈 一大早随着LG团队前往偏乡 一进到校园 学生就以同队欢迎 孩子们打鼓的脸床充满认真热情 喜欢小朋友的曾佩慈 和孩童们互动亲密 也分享自己的新路历程 动物园园长 曾佩慈也为孩童现场 自己创作的歌曲《小鹿乱撞》 和小朋友一起折纸飞机 试下对未来的目标和希望 连续多年举办公益活动 台湾LG董事长金载成亲自下乡 对台湾天乡孩童表达关怀 把希望带给小朋友 给予追求梦想的力量和勇气 在自己折灯纸飞机上 取下对未来的梦想 孩子们带着微笑 一起发射载着梦想的纸飞机 让希望起飞 TN涛新闻带着微笑 一起追梦报道